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训练我们的信心 耐心 勇气 我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报告 我跟师父修行观音法门以来 以及出家以来一些点点滴滴的感想 在这里向各位报告 借着跟各位共同参考互相勉励 我想这个也是消除我值一个很好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有我值的作祟 所以我们常常会害怕 会计较好坏 会计较成败 患得患失 所以我们就不能自在 不能安然 也因为有我值的关系 所以我们每天被八峰动摇 在这个称姬 毁育 好坏 这个成败当中呢 动摇 不能很自在 所以自从我跟师父修行以来呢 我常常观照师父 我觉得师父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是我们修行上最好的典范 也是最好 最伟大的调育丈夫 那么他的言行 言教 身教 都是我们最好的教育 师父也是最伟大的教育家 他同时也是最伟大的调育丈夫 这个是 调育丈夫是佛的一个别称 那师父呢 调教 驾育 驯服我们这些 难调 难服 明顽不灵的众生 那平常我们可以观察到师父 师父的言行态度 总是最完美的一个典范 比如说 师父平常在我们对内开示的时候 或者是对外讲经 面对数以千计的观众的时候 师父的态度总是那么从容 安详 那么泰然 自在 那么高雅 高尚 他的风采无限 令我们神亡 而师父的言谈 更是广博多闻 更是智慧如海 更是辩才无碍 那么他自制都是法宝 句句都是精益良缘 都是在提醒我们的道心 让我们找到我们内在宝贵的力量 那么因为师父是我们的师 老师 他调教我们 教育我们 就像一位老师一样 所以师父的教育方法呢 也是高深莫测的 那平常师父在教育我们的时候 他是有交无类的 在我们的同修当中 师父不分他是贫富贵贱 也不分他是财字平庸 都是以最平等心 最慈爱的心来施教的 那师父呢 他同时也是最善于因财师教的 他知道徒弟们的这个个性需要 以及他的知识根器 那么他能够给予最好的教育 他最懂得善巧方便 调育我们 所以呢 他的方法呢 这是灵活变化的 有时候他是用软硬兼施 有时候呢 他是用刚柔并济的 总之 他就是用最好的方法来教育我们 那同时呢 我们自己也可以深深感受到 师父在教育徒弟的时候 他的方法呢 是更是神妙无比 比如说有时候师父就像 用春风话语一般 用最慈爱的言语 来温暖我们的心 感化我们的心 使我们快乐 忘记了一切忧愁 有时候师父难免 也是会用比较硬的方式 他即使责骂也是爱的责骂 我们知道爱之深 责之切 是不是 有时候呢 我们当父母师长人都知道 恨铁不成钢啊 那个内心的那种痛苦啊 有时候师父为了教育我们 有时候为了化解我们无形的业障 师父有时候难免会骂 但是我们同修一定要知道 那个正是师父 大爱力 大慈悲的一种方法 我们感谢都来不及了 千万千万不要有任何那种 批判的心 要不然我们 就是我们自己的无知 师父呢 是超世界的老师 他就像最伟大的老师 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他传法给我们 传这个甚深为妙的解脱法门 让我们能够开悟 让我们能够一视解脱 让我们找到佛性 让我们回到灵魂的故乡 这个师恩呢 浩荡啊 如山如海 无边无量 我们没有办法来描述和感谢 我们只有认真修行 来回报师父 师父呢 也像颜父 耻母一般 来教化我们 感化我们 使我们知道爱是什么 让我们去爱别人 这些都是师父给我们的种种教育 我个人呢 在碰到师父以前 大约在九年以前 自己深深感悟到 人生的无常 世事的多变 世间的不可靠 所以我那个时候 也就开始呢 动了那个念 要寻法明师 但是呢 可以说是历尽很多的 活着苦难 但是呢 总是不究竟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是感慨万千 但是也因为呢 我们历经过困难 才知道师父的法文的宝贵 才知道我们这位真正名师的伟大 在古人呢 他们为了参访名师 为了要求道 他们呢 千辛万苦 跋山涩水 甚至呢 像我们的祖师 他为了要求法 夜跪雪地 断臂求法 甚至呢 还有未到舍身在所不惜 他们那种求道的渴望 那种艰辛 我们可想而知 那我们现在的同修呢 真的是何其幸福 何其幸运 我们找到名师 而我们的名师呢 是千山万水 跋山涩水 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为了救度我们这群迷途的羔羊 他历经很多的苦难 来救度我们 为了我们 为了救度我们 他忍受了毁谤 批评 恶意 重伤 种种的苦楚 真的我们难以想象 那同时呢 为我们应心 背负我们 深深思思的业障 甚至我们亲人 朋友的业障 那种 那种业力深重 那师父的苦楚 那更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得到这么 圣深宝贵的 这个法门呢 如果说我们不珍惜 不努力 不精进 的话呢 真的是 愧对师父一片苦心 也愧对师父的诚心 师父曾经讲过 诚心的徒弟好找啊 可是诚心的名师难找啊 我们知道 在这个说婆世界 五拙二世啊 这个佛菩萨呢 要下来度众生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是一个魔王的世界 他不让我们修行 他会阻扰我们 让我们很多 历经很多的苦楚 让我们退心 所以呢 名师 只有像师父这样 大慈大悲 大爱力的师父呢 才愿意下来度众生 当然还有很多菩萨 他们是以各种形式 无形的 各种方式来教化众生 不过师父 他是最慈悲 最有爱力的 他不计个人的生死 不计个人的名利 不计个人的毁欲 为了众生再说不惜 这个真的是深深让我们感动 我们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来感谢 真的是这样 师父是一位真正大开悟 成道的名师 那么一位成道的名师 他具有大爱力 我们知道这个爱力是非常非常宝贵 非常伟大的 爱的力量可以凌驾一切 可以融化一切 可以感化一切 在爱力之下呢 可以使孤单的人快乐起来 使痛苦的人温暖起来 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 师父呢 他当然他就是最有爱力的人 如果不是具有爱力 他不必来这个说服世界 为我们众生忍受这么多的苦难 那爱力也是我们修行人 一个学习非常重要的功课 因为师父曾经讲过 这个爱力呢 是成道的人必备的条件 可是呢 这个爱力爱心呢 是修行后 自然从内在发展出来的 它不是外在勉强可以得来的 所以呢 我们要发展这个内在的品质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是要靠修行 那修行可以改变一切 接下来呢 我想零零碎碎 谈到一些感想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师父曾经讲过 我们修行的人 要谦卑 谦卑的人呢 也就是 他就是最懂得感谢心 我们不要以为呢 世间一切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 好 来来 今天我们要喝茶的 不是要听你的 快点 是 好 这一面 师父有一次在竹林开市 早期的通宿可能还没有听过 师父说我对任何事情都是心怀感谢的 我不是认为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世间的什么事情都是经过多人 众人的努力才能得到的结果 看到师父就忘了 没关系 一定会有高点的 因为大家今天心准备要喝茶吗 很慷慨 我们这世间 即使像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实际住行当中 就算我们每天所吃的米饭 都是农人们呢 他们辛苦播种 施肥灌溉 冒着风雨 就是说历经很多的辛苦 然后我们才能够享受香喷喷的米饭 所以我们知道 谁知盘中勋利利皆辛苦 那么这些是物质的 世间的无常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要感谢 何况师父给我们这个圣身为妙 最宝贝的法门 这是无法言喻的一个最宝贝的法门 那我们更要感谢 那这种施恩的伟大 我们没有办法回报 只有真正努力好好的修行 多开佛的花 多结佛的果 然后这是回报师父最好的方法 那么师父曾经讲过 我们修行如果要好的话 要坏的话呢 我们的心要常常放在道中 时时想到道 想到上帝 想到解脱 想到佛法身 想到利益众生 那我们随时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都是在道中 那我们一刹那忘记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凡夫 其实开悟跟不开悟 在外表上看起来呢 似乎没两样 实际上就是理想不同 那么我们有那种求智慧的心 利益他人的心 跟平时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无所事事 毫无目标的人是不一样 所以说修行的人 跟不修行的人是不一样 那我们修观音法文的人呢 为什么说有无量功德呢 因为世俗的人 可能他们也有聪明才智 可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呢 只是在头脑的部分 他们可能可以改善物质生活 可是我们修行的人呢 那种无形的力量 可以加持社会 可以加持社会 可以加持宇宙 可以进化世界 可是这个世界呢 越来越和平 越来越光亮 那么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这种爱力的加持呢 是非常可怕的 让我们活不下去 日月无光 天昏地暗 这个让我们会很痛苦 没有爱力的人呢 会非常消沉痛苦 我们知道呢 一个人失去的爱的温暖 他可能呢 比较暴力 比较不快乐 那他画在外表的那种行为呢 可能就比较属于粗糙的 比较属于那种不好的 但是呢 爱力可以改变一切 在我们过去很多资料当中 在学校的学生 我们可以知道 从那个档案里面可以知道 很多学生 因为破碎的家庭 失去温暖 所以他们比较消极 比较不快乐 当然表现在行为上呢 就是比较不友善 但是如果有爱心的老师呢 同样可以感化他们 我们也可以同时 在师父调教的学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有泪不清谈的男子和大丈夫 他们也一样软化在师父的爱心下 甚至呢 泪流满面 嚎啕大哭 即使八十岁的老翁 也一样软化在师父的爱力中 可见那种爱力的 那种不可失忆 而这个爱力哪里来呢 除了修行以外 我们师父讲过 它就是一种光阴佛力的 一种凝聚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呢 可以加持着社会宇宙 使我们越来越和平快乐 那我们今天呢 有幸跟着明示修行 希望同修们呢 多精进 除了净化自己的牲口衣以外呢 那借力尽量要清楚 这样子的话 可以净化我们的社会 师父说 无形的刀剑 比有形的刀剑更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无形的刀剑 就是一种不好的磁场 不好的业力 它让人很痛苦 我们修行的人会越来越敏感 那种感受会很强烈 我想呢 只有我们进化自己以后 我们自己就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知道 我们修观音法门 当然我们知道 这法门非常的珍贵 那么外面的人 他们也同时是修行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所找的是真正的名师呢 我们修的法门是真正的 这个观音法门 是真正的最好的法门呢 我想呢 稍微做一个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每一个修行人 都有这个 传播真理的一种 义务和本分 因为呢 让众生开悟解脱 是我们的本分和责任 当然它也是最大的功德 我们修行人是不求功德 不过呢 我们要尽量地做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把这个真理呢 弘扬出去 每一个人 都是世界的一盏灯 我们可以做 我们也一样 可以喝淡如来大业 我们也可以做 师父的千百亿化身 可以做师父的 千手千眼 那只要我们的一言一句 法布师利益别人 让别人开悟 我们即使一言 也是非常宝贵的 我刚刚讲什么去了 你没有跟大众说 怎么知道 我们法门是最好的 是 我先 我先讲 名师 我们碰到是真正的名师 所以我们才会相信 这个观音法门 是最好的法门 我们师父呢 是一位得道的 大开悟的 大智慧的师父 他具有大爱力 大智慧 大慈悲 大勇气 大信心 大力量 最重要的是师父 因为他是一个得道的真师 所以他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取之不尽 用不竭的 宇宙大力量 所以他可以替我们传法 应心 那么最重要的 他让我们开悟 让我们解脱 让我们能够永远了脱这个生死 而这个开悟最重要的是 能够跟经典上做印证 因为外面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法门 最好的名师 那我们如何来做印证呢 是不是 师父给我们的开悟体验呢 比如说看到佛光 各种阶 各种等级的佛光 还有各种等级的佛音 还有看到佛菩萨境界种种 而这些呢 我们可以在能言经当中 还有达摩 达摩祖师的血脉论当中 还有法华经 法师功德品 妙法莲华经 浦门品 种种 很多的经典当中 我们都可以确确实实地 得到印证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经典上有这么说 所以我们知道师父传这个法 是千真万确的 是实在的 那么同时呢 师父可以千百亿化身 而且这些都是由弟子们 亲身体验 看到的 那么这千百亿化身呢 可以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千处祈求千处现 他可以寻生救苦 那么利益 我们的利益众生 同时呢 师父也是 真正得到的名师呢 他是不求名利的 最重要 我们可以认知这一点 因为有很多的 很多的名师 这一点就是很难突破 然后呢 他不随意接受供养 然后他也不求个人的名利 然后为了一切的前提 都是为了众生 为了众生 他可以不计个人的 悔育成败 好坏形象 就是一切为了众生 在所不惜 他那种无师 无我奉献 牺牲 那种精神 不是佛菩萨的精神 又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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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